新基夫卡這邊北部基本上沒有維持 就還是維持原本的步調 就是緩慢的像彼得羅、帕夫、利夫卡這個方向前進 目前沒有大的動作 那目前我們大概知道就是西部軍區在這邊 他主要的目的現在還不是 主要的戰略目標還不是拿下庫比揚斯科 是盡可能的把哈爾科夫跟阿特木那邊的 武軍吸引到這邊來 那有成功嗎? 有至少 希爾斯基大概從阿特木抽了兩個旅 到彼得羅、帕夫、利夫卡的南部一線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看這個圖也曉得 俄軍的推進他 他這種推進的方式他是整個戰線慢慢慢慢緩步往前推 今天打你兩個陣地就停了就收工回家 等到明天再打你兩個陣地 所以你又沒有辦法把俄軍往後推 因為力量還不夠 可是他慢慢慢慢在整個權限 緩步向你推施加壓力的時候 那你單靠原本的守軍是不夠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抽其他的部隊來 地理為什麼討論過很多 那他不急著進攻 主要是只要能夠把一部分的烏軍吸引來這邊 減輕阿特木那邊的壓力 那他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OK 那老師在上週有特別提醒說 這邊其實就是很多國土防衛旅 在提換一些正規軍精銳部隊 對現在幾乎全線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包含我們原本在阿特木那邊為了打克里希里夫卡 然後因為損失很多原本的精銳的部隊 所以希爾斯基把原本在南線的80旅 調來克里希里夫卡 那這個禮拜我們看到80旅 又回到南線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說 烏克蘭一頓猛攻是為了要撤軍 就是就在那個一邊向前推進的時候 一邊把一些原本的精銳部隊 像一些北約旅的裝備 裝備的旅慢慢抽出來 然後用國土防衛旅 我們上個禮拜講其實就是預測還是準確的 像80旅 80旅原本是從南線調來 那在阿特木的方向 等一下講阿特木的方向的時候 這個禮拜 80旅已經在納布蒂諾 所以他是要撤出這些阿特木 或是說在庫比陽斯克 就眼下不是最主要的戰場 還是要拉回到南部去做大阪攻就對了 因為我們我們講 脫離接觸必須有一些手段 你才有辦法讓那些已經到第一線的部隊撤回來 那向前猛推這是一種作業的方式 那我們上個禮拜我們的預測就是 阿特木的這一輪進攻其實就是為了讓 前面已經投入了一些比較精銳的旅可以抽出來 然後用國土防衛旅或者是後面一些新建的旅來補這個位置 那這禮拜我們看到 大概就是我們上禮拜 預測的狀況 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在斯馬托衛縣新埃哥里夫卡 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講這三個地方輪流嗎 所以庫比陽斯克是上個禮拜 那這禮拜就會輪到誰 就會輪到新埃哥里夫卡 所以這邊二軍又往前前進 他就又開始壓迫烏軍在新埃哥里夫卡這邊的防線 但是因為他只是要把部隊 把烏克蘭的部隊拉在前線上面不讓他們輪替 所以也不會有很大的 攻勢也不會很大 但是他就是今天打你一個陣地 明天打你兩個陣地 那你的部隊就沒辦法離開前線 所以我們猜下個禮拜就會換 那個克爾米納那一線 如果我們這個禮拜是新埃哥里夫卡 所以我們就可以預測下個禮拜應該換 克爾米納這一線 所以克爾米納這邊 這個禮拜我們就看不到比較大的動靜 所以我們大概就可以形成一個規律 就是庫比陽斯克推一波以後會休息兩 就是他們維持兩週 然後新埃哥里夫卡推一波以後 接下來就會休息兩週 再來就換克爾米納 那這樣子操作很討厭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是烏軍的話 如果你是烏軍的話 你就會被這個習慣帶著走 對 你是不是會形成一個習慣 那如果 如果俄軍在哪一次 他不是按照這個規律的時候 那你那個地方就會變成一個時間差的弱點 又或者是說 如果如果我在某一個 就是在某個正面 比如在庫比陽斯克的守軍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這個 承受一週的攻擊之後 會有兩週的修整的時間 對所以他們會趁機交動 他如果改變了 他如果改變了這樣的攻擊節奏 或者是攻擊的力道 他不是那種打一週休兩週的情況 而是一路進攻的話 那你就挖擋了 因為你可能預期下個禮拜應該在克爾米納 對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預期 我們預期預測下個禮拜應該在克爾米納 烏軍也可以這樣預期 所以他下個禮拜 就把重點擺在克爾米納 結果他下個禮拜 去打庫比陽斯克 那你不是有被坑了 那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趙老師這樣講的話 之所以能這樣玩 就代表說這邊戰場的主動性 全部在俄軍手中了 對 我們之前就講過北縣這邊 北縣的主動權已經到俄軍的手上 因為你必須要手上有主動權 你才可以這樣玩 你手上沒有主動權 這樣玩就可以自己找麻煩 所以我們大概也可以這樣判斷 不過目前主要的攻勢 都不在北縣了 就是北縣大概還要再等一個月左右 等到冬天來了 那41集團軍原本在北縣 41集團軍調到南縣去 那41集團軍原本空的位置 俄羅斯現在成立 新成立的兩個集團軍 其中的第25集團軍 會擺在克爾米納跟斯瓦托沃的這一縣 OK 那他當然將來就是比說在10月 老師預期在10月份 南部的反攻會完全結束 對 然後在這邊會打嗎 還是準備過冬呢 有可能 這都有可能 但是等到那個時間點 25集團軍大概 因為他們現在在重新整編 那25集團軍大概已經就位 所以俄羅斯對 俄羅斯總財務部隊 兵力運用的打算是 是很精打計算 就是精打細算 他在調部隊 但是我們從最近這一波調動的 情況看起來有點 這已經不太像蘇洛維京的指揮方式 所以 如果是按照原本蘇洛維京的習慣 他不會這樣子抽掉兵力 怎麼說 比較 老師怎麼比較出來 蘇洛維京的指揮習慣 他比較喜歡拉扯戰場 喜歡把戰場切割 他不喜歡集中兵力來運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雜蘆日內上來的 來接指揮權之後 他開始把之前被希爾斯基打散的這些 到各個戰線的精銳部隊往南線掉 俄羅斯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他把41集團軍抽走 他把 除了阿特木因為 情況還可能不是很穩定 他不敢動 那像阿夫迪夫卡或者是其他的 比較 強度沒有那麼高的 部隊或者是砲兵 都在往南線集中 那這個指揮的方式跟 我們已經看這個戰線看這麼久 跟 8月 跟8月之前 7月8月之前的 戰線的 俄軍使用的策略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觀察 俄羅斯是不是在用兵上面 戰略上面有一些改變 在一個多月前那時候老師認為說 南北同時開戰 俄軍在北線逼近庫比央斯克 其實就是蘇勒維新的打法 就是讓你覺得庫比央斯克也必須要防守 南北的調動 現在看起來好像 好像 俄羅斯的用兵變成集中在某些戰場 比如說南部 然後再尋求一個 應該說是尋求決戰嗎 或起碼是要一舉殲滅 蘇勒維新的指揮特徵就是 不尋求決戰 我不用跟你決戰 你就被我拖垮了 他從我們最早看阿特募 使用兵力的方式也是 就大概可以知道 他之前在敘利亞打仗的時候 他用兵的方式 也不會把所有的身價賭在一個大的決戰上 因為他覺得這風險很高 你可以控制的點 可以控制的變數很少 但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很多 但我們現在看到俄羅斯這一波 好像又有點像在狐狸達爾 狐狸達爾就是一個很明顯 狐狸達爾不是蘇勒維新可以決 不是蘇勒維新計畫中的行動 所以155海步旅再加上一整個 整個濕的泡兵去支援155海步旅 然後集中在一個地方想要突破 那一遇到地雷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那這個公式就整個完蛋 所以我們在看未來可能的 比方我們在最後戰況預測的那個部分 還是想要來談談就是 那在整個國際局勢影響底下 是不是因為有某些因素正在發酵 所以讓俄羅斯的總參謀部覺得 他們可以在南部準備一場大的決戰 現在看得出來這個戰略改變的優劣嗎 切割戰場跟尋求一場大決戰 就一個長期的戰爭來說 切割戰場當然是有利的多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次處理掉對方 那我就把對方切成很多 就跟蛋糕一樣 我沒辦法一整塊吃完 那我就切成幾塊 一小塊一小塊的吃 那尋求決戰就是有點像 事好事壞就賭這一把 那你要尋求決戰 你一定有幾個主要的因素 對方弱道 對方的不管是兵力啊 裝備啊 作戰意志啊 士氣啊 指揮能力都已經降低到一定的水平 所以我可以利用兵力集中 加上我方的優勢 一次就解決這樣的戰爭 那這是你想要決戰的一個主要的目的 那萬一要是沒有呢 嗯 或者是對方如果是隱藏實力呢 或者是你看到的敵人並不是只有眼前 而且他背後還有很多層的資源的時候 你怎麼辦